世界之大,无趣不有 大家好,我是猫哥 在我们生活中,有那么一些人 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 与绝大多数的人完全不同 像是一整天都趴在水里 穿着狗狗的制服生活 长期住宿在下水道 而有的甚至长达60年不洗澡 接下来,我将为你带来 6个拥有极度怪异生活方式的人类 第六,50年不剪头发 世界上拥有最长头发的人是谁呢? 你可能会猜是一名女性 但事实上,拥有最长头发的人 是这位70多岁的越南男子 他已经50年没有剪过头发 解长度已经超过6公尺了 总重量甚至达到10公斤左右 非常的夸张 而平常他都会将这一头长发 包在头顶上的巨大头巾里 尽管这长度并没有被 吉尼斯世界纪录设认 但但地人都相信 应该没有人能够超越他 但说到流发的契机 其实是在他25岁的时候 那时的他刚剪完头发后 就生了一场大病 从此他就拒绝再剪发了 而这一流就是50年 面对媒体,他的妻子说道 张福自从不剪头发后 性格完全变了各样 他受到了当地佛教真律的启发 决心成为一名草药师 还到处行医看病 造福了许多的民众 而在这些纪录片中 你可以看到他把头巾拿下来 平躺睡觉时 就像是一条黑色巨蚌在旁边 画面十分的震撼 然而不幸的是 在2010年79岁的他过世了 在他临走的那一刻 陪伴他的仍然是他最珍贵的长发 你是否曾经觉得 自己的身体里住着别的灵魂呢 英国一名男子就有这样的感觉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只狗 只是投措了胎而变成了人类 他也在朋友的鼓励下 勇敢做自己 过着跟狗一样的生活 嗯 感觉那里怪怪的 37岁的James 平时是一个商店经理 而且他表示 从6岁开始就觉得自己是只狗 所以很难和其他人建立起关系 原本这件事 令他感到相当的困扰 直到他在十多岁的时候 得知竟然有人跟他一样 觉得自己也是只狗 他才变得比较释怀 而James自2005年起 在朋友的鼓励下 开始尝试过着跟狗一样的生活 像是吃饭也用锅碗来吃 或者是对街上的行人 往往叫那样 虽说这样会引起他人的议论 但他认为 这是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 有时他也会用牙齿 咬朋友的衬衫 或者舔他们来跟他们打招呼 他也认为 这是一种非常像狗一样的行为 之后 James塞里党节目中一举成名 而现在的他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狗色社区 他希望这个社区能够鼓励更多的人去尝试了解 并接触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 第四 在水中生活的女子 你能想象33年来每天都趴在水中吗 这位女子被人们称为印度美人鱼 但她却没有向美人鱼的自由和快乐 因为她患了一种极度罕见且不知名的疾病 只有趴在水中才能缓解她的痛苦 而日复一日就过了漫长的33年 这枚67岁的印度美人鱼 自1988年以来 她每天日出前就会爬机床 接着赶紧抛进家附近的湖中 而每天必须持续12到14小时 直到太阳下山才起身回家 这种神秘的疾病导致她全身发炎且多出的疼痛 因此也严重影响了她的食欲 每天都只进食一点点的米饭和蔬菜 其间 她的家人每天也都会将食物带到湖边 陪着她一起用餐 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家中贫穷 而使她无法到医院接受治疗 之后经过多种的尝试 才发现只有泡在水中才能缓解她的不适 这也开启了她如同美人鱼一般的生活方式 其间甚至还有当地的迷信民众 真的认为她是湖中的精灵 但最后 她的家人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改善家里的环境 并带她到医院接受更好的治疗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可是这世界上还是有不少人不仅买不起房子 并且连一个好的居住环境也无法拥有 比如我们今天要讲到的 这对再废弃的下水道 省活了22年的夫妻 他们年轻时依然像毒瘾 依靠捡垃圾为生 无法承受高额的住房费用 所以就住进了下水道 而为了能在这狭小封闭的空间里能够过得好一点 他们便在此进行了装修整改 并陆续的购买了床铺 风扇和电视机等的基本生活用具 完全能够满足日常的所需了 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不障既全 而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和简单的东西就堆在地面上 没事的时候就在外面活动 虽说如此 这男人对生活其实也有着许多的梦想 他想一天也能够住进宽敞明亮的楼房内 虽然住在下水道里什么都好 但就怕遇到下雨天 因为里面会非常的潮湿 泥水也会直接的灌进来 他也没办法改变这一点 可是 拼古的普通人面对高额的房价 别无选择之下 也只能这样了吧 猫哥这里 真心地祝福他们 未来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的美好 第二 连续举手48年 苦行真在印度也被人们称为圣人 他们一遭顿悟就开始了修行 而这其中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苦行真 名为阿玛尔科杰 他也被国民奉为师婆毁灭神 为了修行 自1973年开始 他就将自己的右臂举在空中不肯放下 而这一举就是48年 阿玛尔科杰年轻时也像其他中产阶级的人士一样 有一份工作和一七三子的家庭 他们也过着平凡的生活 然而某一天从睡梦中醒来之后 他突然发现一切都不重要了 因此他决定放下所有奉献他的一生 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 但期间他意识到自己还是没有真正的 与象征没落的奢侈和享乐划清界限 也没有尽自己的权利去扶持师婆 于是他为了心中的那份信仰 决心举起自己的右手 并保持这种知识来与没落做个了断 而48年后的今天 他的右臂依然出力 但肌肉已经萎缩及早已失去了知觉 即便他自己想放下来也办不到了 但这也证明了他是心灵最纯净的教徒 心中的那份执着甚至都已成为了执念 第一,不洗澡的老人 如果让你坚持不洗澡 你可以忍受多长的时间呢? 两天,三天,还是一个星期呢? 在伊朗的一个村庄 就有一位叫哈吉的80岁老人 至今为止已经有60多年没有洗澡了 全身上下都沾满了厚厚的污垢 一距打破了另一名印度男子 38年不洗澡的记录 根据当地的居民所说 这名老人在童年的时期遭受了挫折后 至此就开始隐居鄙视 或者完全淹死的生活 即使有人愿意让他免费洗澡 他也很果断的就拒绝了 因为他认为身体干净的话会生病 而他的饮食口味也十分的独特 他最爱吃建筑斧肉和合脏水 此外,哈吉最珍惜的财产 竟然是一只钢制烟豆 但他吸食的并非烟草 而是动物的粪便 看到这里完全刷新了毛哥我的三观啊 但话虽如此 他其实也很重视自己的仪表的 他会用车身的镜子来照镜 而如果头发太长的话 就会直接用火烧掉其中一部分 最后好消息是 据说伊朗的政府 已经开始对他进行了一定的人道援助 看完影片后 觉得哪个生活方式最怪异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除此之外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的留言区 补充我所没有提到的知识哦 还有如果你喜欢这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订阅就会关系小铃铛 接下来本别大会推出更多有趣的影片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